好,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四局,目前袁思俊3比0领先 丁净辉今天发挥的并不是太好 右下方底带有一杆长台进攻的机会 没有打进 没有打进,漏球了 右下方底带还是最靠近带口的这一颗大角度 但是能打了 超价干 嗯,好球 相对来说,袁思俊今天的状态要比电锯会好很多 不管是准度也好,围球也好 都是有很亮眼的表现 而且袁思俊有一杆百分之 篮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看一下中高杆发力绕台 嗯,这个走位还是不太理想 嗯,这样吗? 哦,对吧 嗯,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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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抄下杆 用准度来调 这颗打进以后又成功接到了黑球 好 中高杆带了一下球堆 顺便把黑球薄进 右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好 稍微往右边一蹬 黑球是能够接上的 这个球形其实打到现在 还是能看一个一杆超分的 袁思俊发挥也确实给力 今年有希望打进个前三十二 之前袁思俊在中旬赛上打进了四强 当然中旬赛是中国举办的一个邀请赛 他也不计入排名 奖金也不高 吃酷弹起来要篮球了 篮球考虑直接低竿蹬下篮 左边中带叫到了 他还是选择了来要一个左下方底带的薄球 母球直接蹬上去 顶了一下 粉球叫到 好 好 嗯 粉球打进 这回还是要黑球右上方的这一刻 如果说袁次郡4比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的话 丁几辉在后边追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了 打红K红顶了下这颗红球 黑球的角度更合适了 走得很细啊 好 吃库弹起来 袁次郡在这些年轻球员里边 他是走位比较细腻的了 奔着超分来了 黑球是一个稍微向上的角度 打进黑球的话 再吃一颗红球就够超分了 嗯 右边中带接上了 好 中带的红球打进 也是即将锁定这局的胜利 领先69 台面67分 非常精彩的一个绕台 还有下球 再打听一颗红球 这局就彻底保下了 好 黑球的角度还是不错的 看看有没有百分干 68分 好球 哦 现在才66分 刚才是20多分断掉的 23分断掉的是吧 带了一下球队 72 72分 积分牌给打没了 有机会破百了 又回来了 裁判报的是他的单干得分 而不是总得分 总得分我们看积分牌就可以 78 台面还有43 吃库再弹起来继续接黑球 嗯 最后一颗红球也叫到了 没问题 进入到了收彩阶段 百分干基本上是稳了 所有彩球都在点位 并且黄球叫到了 都不用刻意的走位啊 一个自然叫位就够百分干了 顶主任有点生气 这么不给我面子 是吧 当着这么多这个球迷的面子 对吧 当着这么多球迷的面 一点面子没给我留 好 破百了 顶主任应该是 昨天跟奥沙利文吃火锅庆祝 这个吃坏肚子了啊 但是火箭没事 火箭吃的这个菌汤的果 给你会吃的麻辣的是吧 顺利完成青台 袁世俊拿下这局4比0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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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